來的時候剛好遇到地震 就很怕 然後剛好那時候是租11樓 很晃 就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那時候晃很大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 我就跑出去 結果我跑出去的時候 外面其實沒有人 就其他人都不怕 都沒有人怕 不晃妳才會掉在地上 晃起來可能還好 她晃起來特別不舒服 對 有些負擔 藍心磊 你好 我是藍心磊 來台已經5年了 5年的時間 台灣就像第二個家一樣對不對 等於都住這邊了 結果租房子 對 都住在這邊 租了三次 對 我們就聊開來好不好 他們在新加坡跟在台灣 租房子 住房子 它的概念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來 看一下 價錢方面的話有一些差別 然後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來 來 來 新的也很專業 他真的是轉側面 對 轉側面 這是我之前在西門町的 一個大樓租的房 然後一個月就要2萬5 2萬5 對 它算是套房的形式 套房 然後在新加坡的話 我是跟同學合作 對 合出這樣 這樣子 新加坡 9萬 比較便宜一點 同樣的差不多 但是兩個人平分 就等於說一個人4萬5 在烏解路 在新加坡的烏解路 對 烏解路那裡算最貴 很熱鬧對不對 鬧區 最熱鬧的 這要9萬塊 洋房是指 就是 就是一棟的那種嗎 它算是Penhouse 有點類似Penhouse 它是有自己的那個小小的一個花園 這個是用租的這樣就對了 對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有包含家具 電視 冷氣機這些 裡面有多大 9萬塊 這個大概是有 30坪 30坪 9萬 不是大概有30坪 只有30坪 對 其實它的房間算是比較小的 對 因為這是在新加坡的最 弱區 淡黃 淡黃區 對 它比較方便 也是偏貴一點 有點貴 但是它可以住大概四個人 就是它兩個房間 就分享 對 就分享到來 平均到來 所以新加坡對妳來講 妳會覺得台灣的房租 沒有新加坡那麼貴 對 因為之前的時候我是 前三年都是租房在西門町這邊 然後現在我分享的是 我在信義區有自己買的一個小 小 什麼 妳買在信義區了 信義區的房子 它其實是二手的 然後我有把它就是重新裝潢過 這個也是Penhouse 樓中樓 樓中樓 對 就Penhouse 但它大概只能兩個人住 因為比較瞎窄 然後這是我馬來西亞的自宅 然後有就是租給別人 妳是買馬來西亞 房間你馬來西亞住 新山 在新山 新加坡隔壁 在家養魚要跟正門 怎麼可能 養魚 養魚都要申請 那養人呢 對啊 養人 怎麼辦 對啊 其實養人也不可以太多 就是如果它限制四個人 養人也不可以太多 不能超過 那是主要是看體力 在新加坡的時候 新加坡 對 就是 對 就那邊有限定說 寵物不能養太多 因為那邊的房型都比較小 怕吵到鄰居 也是怕吵到鄰居 因為怕寵物可能不方便 新加坡是那個主屋對不對 對 HDB 就是主屋 主屋就是政府 什麼是主屋 夫妻倆結婚前 對 妳的工資都扣一筆下來 一卸下來 扣一卸下來 等到妳倆結婚以後 妳們雙倍貨幣 沒有孩子 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 我配一個30坪房子給你們 政府會配房子 所以新加坡 一般我們可以學習 新加坡沒有住的問題 對 政府會幫他安排好 就是先幫他規劃 算是一個家庭式的規劃 就是一個房子 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男女結婚之後 才可以買那個主屋 不行 不能說純粹的 要證明 同居很難聽 對 兩個人 他可能只能用租的這樣 對 不用租的 不行 那租很貴 對 租上是比較貴算 對 我們在這裡嫌台灣貴 新加坡更貴 因為他們土地比較少 一貴還有一貴 馬利西亞就很便宜了 對 比較便宜 馬利西亞很便宜 對 但比較麻煩的是 就是那個新加坡貴貴貴 貴就算了 它地段比較好 貴就算了還要跟房東一起住 對 之前我有在那邊租過5年 那應該房東要算便宜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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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三房式的 或者是只是租它其中一間房間 OK 然後它就有限定說 你不能用我的廚房 或者是用我的客廳跟洗衣機 什麼等等都不能用 那有規定 有規定 就先講好了 也不是說規定 就是說不能在這裡煮飯什麼的 所以我都是可能在外面吃 或是在外面解決這樣 都會有一些規定 也不能養成 妳也要把它寫下來 要寫下來 寫什麼下來 自來的時候剛好遇到地震 就很怕 然後剛好那時候是租11樓 很晃 就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那時候晃很大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 我就跑出去 結果我跑出去的時候 外面其實沒有人 就其他人都不怕 都沒有人怕 不晃 妳才會掉在地上 是一個台灣的歌手 台灣歌手 黃立新的 伊朗 對 結果怎麼樣 模仿完他要自己解釋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因為新加坡沒有地震 對 就是新加坡沒有地震 香港也沒有 怎麼樣 我們有台灣特別的地方了吧 喂 這個壁啦 第一次遇到地震是不是嚇壞了 對 那時候我就問朋友 要不要躲在桌子底下 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說不用不用 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後來之後就習慣了這樣 對 也不要太習慣 對啦 還是要有這個 別人晃起來可能還好 他晃起來特別不舒服 對啊 對 有些負擔 對 對 你看 這個厲害了 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來台10年 10年喔 這個是我現在住的房子 中和 中和 三萬八 中和嘛 不是不秀 那三萬八是跟老公的嗎 跟男朋友 那多大 三萬八多大 坪數我不忘記 但是大概至少35坪 然後有四間房間 兩個浴室 還滿大的 對 然後一個客廳 三萬八應該要滿大的才對 對 因為我們有兩間房間 是來當工作室的啦 因為我們都在家裡工作 所以變成有人 所以OK啦 兩個人需要三萬八 OK 那可以啦 住舒服一點 對 因為那時候生活的經驗很好 那邊都是捷運啊 方便有什麼 生活經驗很棒 對 很棒 那馬來西亞 其實我喜歡馬來西亞居住 是舒服的 非常棒 非常 地圖很大 對啊 同等的價錢 有什麼 可以住 還有遊址 KL的高級別墅 還有遊址 樓中樓 對 非常舒服 你用這樣的價錢 住在馬來西亞 別墅了 非常舒服 而且是首都KL 對 很方便 就是去市區都很方便 太爽了吧 台灣的適合比馬來西亞 不會吧 馬來西亞有不好 非常不好啊 如果你用馬來西亞人 你會說 你一定要跟當地人 去玩 你們不要自己玩 是 因為它有一些地方 比較偏僻的地方 對 很多搶劫 搶的會有 因為我們在台灣住了十年 我很像我們時常忘記關門 甚至現在我都不會關 對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在馬來西亞 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就要做三件事 一個就是先把客廳的燈打開 因為我要假裝 有人在裡面 所以 然後第二就是要 關門 關冷氣 對 然後第三就是要開警報器 警報器 這是一定要開的 就是因為我們親眼目睹 就是我們家對面的鄰居 就是北山四個大狀 拿著那麼長的 我們叫拔廊刀 那個開山刀 對 拔廊刀 直接就搶劫 就威脅那個男主人說要車跟前 你當時看了這麼多 然後你不打算報警 有啦 我們第一時間就趕快報警 但是因為那時候 對 我們 因為那個裡面的女主人 就趕快會喊 救命啊 大家啊 大家 然後我們全部 外面的人全部跑出來 然後他們就可能 那時候只搶了車就走了 只搶了車 對 那才多了耶 對啦 真的有時候 總是也會遇到一些不OK的 輸送稻車 恩 我們看到了